哈囉 大家好 我是蓋伊 不曉得在最近疫情期間 大家都在做些什麼呢 我想大家應該也很好奇啊 像健身教練 健身網紅 或是運動員們 在疫情期間都是怎麼安排自己的生活的 所以今天就先來介紹我們的來賓 他的力量以及運動表現都非常強的 四輪 實力派的健身YouTuber 同時也是Peter Finis的創辦人 Peter哥哥 建立三項總和破650強壯的男人 小王子Miles 台灣第一位IFBB補典艦體職業選手 樂葛王 IFBB Pro Marcus SBD的精英運動員 李掌柏 天立 台灣第一位職業艦體選手 IFBB Pro 陳建新大一群 保齡球國手也是滾滾駐公的台主 技造行 台灣 防疫期間跟以往的生活模式有什麼比較大的差別 從小到大第一次感覺到自由的可貴 以前那種生日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多麼棒 因為我前天剛生日我真的是一個人在家 打氣得太高 最大的差別應該就是我最近養一隻貓 所有的生活中心就比較偏向貓的身上 因為原本就是也沒有人陪我 然後現在有個貓陪我 所以覺得還蠻舒服的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差別 因為我本來就還蠻沾的 只是現在要去健身房 沒辦法去 然後外出買東西比較麻煩一點 疫情前我可能住的地方是健身房 然後疫情之後住的地方是住在家裡 你生活習慣吧 還有那個消費模式變態一樣 我覺得除了不能上健身房以外 出門頂多上個步也沒有什麼事情 你不能去餐廳吃飯也不能逛街幹嘛的 我覺得其他都還好 對我來說最大的差異 應該就是不能去健身房訓練 尤其是現在因為還要照顧小朋友 所以我也不太可能一個人出去 所以就在家裡幫忙補小孩 差別太大了 因為大概平常啊 一週我們可能會有三到四天會在球館 然後現在是跟球館完全就脫離了 下一個問題 疫情期間你是怎麼維持你的訓練量 為了這個疫情我早就做好準備了 你看一下我客廳後面是什麼 欸這個很屌欸 哇你家有個臥推椅喔 我們做訓練最重要的六大動作 深蹲臥推硬 推舉 雙槓撐體 引體向上 他全部都能做 因為我自己還是會去我們工作深淵劍自己練 所以訓練量是沒有減少太多 就在家做一些徒手啊 然後用一些簡易的牙齡器材 然後還是做一點訓練吧 只是沒辦法上大動量就比較痛苦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在疫情結束後看到你體態的轉變 從一個建立的變成就是可能健體的身體 背仔 我自己原本住家裡嘛 然後疫情期間我就是跟我學生一起合租一個場所 買了一些器械 然後組裝 就一個很簡單的實密室這樣子 這很屌欸 這是 不要理財 聽就還有拉理器 我也有這個 TEN IN ONE 你連EBODY都有 嘿嘿嘿嘿 這EBODY 對 這是 體重機啊 就是量體重 沒有 至少還可以保有一些基本的訓練強度 不太可能跟以前英文一樣 所以像我現在已經掉了3公斤的時候 就覺得 哇 我的肉 因為我沒有紅菌 所以變成有一些東西 其實我真的是要跑去我家的頂樓 有個什麼東西可以掛著啊 勾著 哦 我才可以練 就在家裡 真的就是那種土到爆炸的土手動作 可以 就做比較多土手吧 我有看你的影片啊 你有那個什麼 100種 Level 100的 力挺身嗎對不對 對 100種 我剛才我原來超難的 哦 你要挑戰 記得我大概做不到Level 20吧 我覺得整個訓練的模式會轉變啦 會轉變 因為過去在健身房 他呢 使用的重量還是比較大 那在家其實能做的很有限 那其實就只能用 軍艦的節奏啊 或者說 那個次數來比 其實 基本上就做不太到啊 因為保齡球館 關閉之後 我們就沒辦法去練球嘛 那沒有那個場地 就沒辦法擬爭 那 其實不是跟大家開玩笑 我其實就有用Wii 來過一下保齡球的 因為其實Wii的那個 保齡球做得非常的擬爭 那第二呢就是 其實我什麼都有 誒 我也有 我球 球品 然後周遭沒有人 戶外在口罩 我自己一個人 我今天打算來練球 那那那你今天這個 油圖是怎麼分布的 你幫大家解釋一下 今天的油車呢 下去重點了 只有牛車沒有油車 所以就沒有上油啦 就靠自己的這個力量把它衝破吧 疫情期間你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當然就是確診啊 那也擔心 身旁的人確診 因為 其實我看到一個新聞很難過 就是那種 譬如說阿公 八九十歲很高齡確診 但是家人卻不能去看他 所以不管是自己 或家人確診 都很擔心 真的就怕 這個疫情永遠都不會好 你知道嗎 就是 就算他好了 我們工作室還是開了會有點危險的感覺 最害怕中獎吧 中那個COVID-19吧 就是掉肌肉 這時候就是會很害怕說 哇 體重就是會不會因為訓練強度不夠啊 然後往下掉 所以就聘了命的想要維持那個 基本的訓練量 我覺得掉肌肉啊 因為我覺得如果在家的話 其實基本上 我覺得懶役的機會肯定是比較小一點 最害怕的事情 當然就是自己 或是身邊的家人 中標啊 最害怕確診 其他我覺得還好啦 以前會擔心肌肉會流失 但是 因為我過去有一些受傷的經驗 所以 休息兩週 休息一個月其實都會不顧 所以我不擔心說 就算不訓練完整一個月的休息 會影響太多 最害怕 其實 我覺得應該都會跟我一樣 因為 這個疫情就是太快嘛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些事情真的大家不能KT啊 不要覺得不相信 就是我們做好我們自己的本分 讓台灣趕緊過去 疫情結束後 你上健身房 第一個會練爆的部位 雖然我在家 是可以做一些自由重量 但是有一些機械式 還是我個人蠻喜歡做的 就是一些 背部的動作 跟肩膀的動作 我想要練爆 我覺得健康可能會 全身都給他練一下 就全身給他摸一下 因為現在就是 覺得很多東西都沒有辦法練到 像以前那麼的爽 所以就全身摸 我想要練肩耶 因為 我是一個還 比較少做機能大訓練的人 那我覺得 肩膀的那種酸痛感 是比樂部位 來還要舒服的 我跟你講 我是學院 就是趕快結束 我願意去面對 練腿 很痛苦沒錯 但是我願意 我甘願 吐個十次都沒關係 我應該每一台其他都要摸一摸 就是 全身的巨大組 所有其才繞一大圈這樣 這個問題其實我想了蠻久的 我覺得可能過正要選的話就臥推吧 雄雞 雄雞對我來講 是我自己的弱項 所以我覺得我要趕快把它很快的 打回原本的節奏 我覺得就是瘋狂的打保齡球 把這段期間沒有打的 原本一個禮拜打三天打四天 那我們就 一個禮拜打三加四天 就每天都在球管見囉 沒問題 你認為 顏值對於運動員來說重要嗎 稍微重要 如果你想要當網紅的話 稍微重要 可能會比較紅 對於運動員來講 不重要 因為我們可以用運動說話 可是如果長得帥 或長得美 當然是有加分 我覺得其實是蠻重要的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 第一眼還是會看顏值 然後才看到生產 除非它是很遠看 大家看到我第一個 還是會說 哇 你長那麼帥 他不會說 哇 你長那麼壯 對不對 所以 第一眼看我可能還是顏值 接下來才會再去 讚美你的生產 所以 顏值也是蠻重要的 好像蠻重要的 你運動表現好 但是 還是要有一點顏值 人家稍微比較容易注意到 肯定重要吧 顏值決定 會不會紅啊 哇 那是不紅的 難怪 難怪你 這麼快就爆紅起來 肯定是 肯定是太帥吧 就跟我們戴電身材一樣啊 假好的 上 上面的畫面 跟下面的畫面 連結起來的話 就是一個 完美的畫 衣服 顏值 不是 最重要 如果對運動員來講的話 顏值 不會是 最重要 因為我如果看一個運動員 我還是會看他的 影響力 就我覺得一個運動員要 要一定的影響力 然後另外一個可能會是看他的 運動表現 或運動成績 這樣子 我覺得 只要有運動員的精神 有認真 其實就 就很帥啦 只要認真都帥 我個人覺得沒差 我自己在看比賽 我幾乎不會看臉 我覺得 蠻重要的 運動員的 顏值這個部分啊 我覺得 有在運動的人啊 他其實 其實看起來 身體狀況就會比較好 就可能看起來會比較年輕 然後這個精神代謝好 然後甚至肌肉的線條啊 都會看起來比較好 會讓人家覺得那種有 陽光青春活力的感覺 真的有在持續運動的話 應該怎麼看起來 顏值都不會太差 你會想要擁有 哪一個動漫角色的身材 其實我最喜歡的是 打耳 看起來不是超級壯 但是力量超級大 然後 就是很愛戰鬥的感覺 應該是 大傑吧 他直接去比谷連結 沒原因 完全 選個壯的吧 選個 附羅莉吧 附羅莉一看就 XXX XXXX 唯一一個就是 護浴屢地了 100%了100% 這個已經 編繪成大區塊那個 快了 你現在大概是 護浴屢地 大概60%吧 我大概60%了 60%了 60%了 我就當補販優柱就好了 你不是要當那個護律哥 欸 好啊 我到時候我就坐在你肩膀上了 我應該選犯馬任牙 犯馬任牙喔 不是泳次郎喔 是任牙 泳次郎太誇張了啦 泳次郎那個 欸 你有看到人家下背有六塊腹肌 他是鬼背啊 對 猜猜車 犯馬泳次郎吧 泳次郎喔 你想要 你想要有鬼背就對了 欸 對 對 我覺得他超帥的 他整個人就是很帥 悟空吧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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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跟我一樣 悟空應該是很多 男孩的夢想身材吧 志向小次郎 我覺得志向小次郎的那個身材太棒了 就是那個身材都是十幾頭身 然後他就喜歡把他的那個袖子捲起來 露出他漂亮的那個肩膀的線條 你覺得健身者運動員有沒有什麼職業病 比如說之前出去旅遊的時候 外線自由的出戶 我一定要找那邊有沒有健身房 那我會馬上可以看我可以做什麼東西 吃到不好吃的東西 我會非常的生氣 因為我有在算熱量 我在算營養水 讓我對我的一整天的熱量的 站在那邊 然後還有不好吃的話 我就會非常的生氣 比如說你在路上看到個桿子啊 你可能就會想到水裡拉個擋槓之類的 或是吃東西應該會叫身邊的人 也不要吃得太不健康吧 蠻在意別人眼光的 然後一直詢問人家 就是對自己身材的意見 每天可能要跟我老婆個20次之類的 比如說吃飯啊 會很警惕說就是不要亂吃東西這樣 你喜歡照鏡子吧 我現在就站在鏡子裡面啊 車窗 車窗 飲食上的選擇 就變成說可能跟家人出去聚餐 吃的沒那麼輕鬆 如果是備賽的話一定是 第一個可能就是 可能不跟家人吃飯 不跟家人吃飯喔 對啊在備賽的時候 因為你去吃餐廳很麻煩的 我覺得那樣子從其中 我不是只有自己準備 自己吃 然後比完賽再好好的陪家人 保麗球常見的運動傷害 就是手指頭變形啊 那可能就是 動作沒有穩定 然後也沒有教練在教 就是自己可能亂去做翻轉 然後手指就會變形 自己需要量力而為 按照自己的程度 循序肩肩肩的練習 就比較不會受傷 你認為變紅之後 對你有什麼好處跟壞處 變紅的好處 當然是 名利 名利爽手啦 壞處的話就是 很多事情就是不能做 球舞的示範給大家 就是要想的比較多 因為畢竟你是一個 有影響力的人 變紅的好處 我覺得 健身其實不是一個 應該說所有的運動 都是半花錢的 各種吃補給品 然後各種裝備上面 有一個人可以贊助我 這些東西 是讓我非常深淺 我覺得壞處可能是 我很難去認真的正經 正經是沒辦法有負極 上節目 或者是去跑一些 別人的頻道之後 別人要求你要看附近 就會覺得有點尷尬 我覺得好處比較多 就是 有些人會 送你東西吃啊 或是請你幫他分享或什麼 我覺得 好處比較多 對我來講 好像沒什麼壞處 好處就是 路上 如果認出我的時候 我覺得那是一個 有鼓勵的 有用自信感 對會增加 然後就是覺得蠻溫暖的 然後有一次我去吃飯 點了一些餐點 然後他自動幫我升級加大 然後就覺得哇 怎麼那麼棒這樣 不是說要享受這種領域 就是 就覺得 誒有 就是有人這樣處理你 然後還為你做這些舉動 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我還沒有算是很紅 啊 而且你看熱狗王 嗯 我們出去喔 就是 連那種高鐵站賣票的 都會都 就是地票的時候都會說 欸 請問你是熱狗王嗎 我在看 我在看你的節目這樣 然後就是會有那種就是很常被認出來 可是我覺得我出去就還好 你太謙虛了 其實跟身邊人講 Marcus他們都知道 可能我覺得 你可能在圈子裡面很紅 但是一般觀眾可能還不是那麼認識你 我覺得可以認識比較多的人 我覺得這是重點 就是可以認識比較多的網友啊 粉絲就是一起交流 其實我覺得這個 就認識比較多的朋友 其實我覺得 這是最大的好處了 那外出的話 我覺得就是 就是有時候啦 有時候就是比較 會待乎別人的眼光吧 可能網友粉絲的眼光 就是 你分享的東西 他們會不會喜歡 然後這樣子 好處 我覺得就是 比較 比較多人認識我吧 就是 感覺講話比較 會有人關注 但我自己其實 好壞 我沒有太大的 影響跟感覺 因為我做的 就是 就是都一樣生活嘛 然後一樣分享 所以我覺得 差異不大 其實 保齡球小眾啊 我就是 只有在保齡球館裡面 有覺得 有紅的感覺 在球館大家比較認識我 那在外面其實就沒什麼差 但 好像 我好像沒有這個困擾 再來的問題是 你喜歡哪種類型的對象 我覺得我喜歡的對象 就是要 比較獨立 有想法 知道自己要什麼 那個 那個人自己 如果沒有我 他一定要未來 最好是有創業的人 我會比較喜歡 那外型的部分 基本上 只要順眼就好 那身材 我不擔心 因為 身材 我幫他臉就好了 我喜歡 像毛的女生 然後就感覺是一個 你不去管他 他還是會 自己可以活得很好 然後 自己玩得很開心 但是 你需要 回家的時候 你可能要摸他的時候 他可以很傻兇 我覺得這種是 很不錯 喜歡 知道自己有什麼 目標的人 如果外觀的話 就是 可愛型的 然後 短頭髮的 這種 就是 你 你老婆是短髮嗎 我老婆 可愛 這對你 可愛 有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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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第一眼 蠻重要的 像你老婆那樣 對 他也是 第一眼還不錯 就很好的 就不要了 我會喜歡 對你們講的像那種小 小芝麻那種 因為其實我 我認識的 女朋友跟 跟 跟 我 都是很高的 基本上都是跟我差不多高的 我一直希望說 我可以認識比較矮的人 但是其實 我認識到的都是高的 都是小的 我要 等一下 等一下 先不要急著說 我要講的是 就是 你健身之後 因為你自己有在健身嘛 自己有在訓練嘛 所以 健身後 對 另一半 有什麼比較 大的要求 或是他是什麼類型 會被你吸引 這樣 嗯 我覺得 差最多的 應該就是 健身前 不會太在意 女生的臀部 但是健身後 有時候你回去看 以前 覺得不錯的對象 或是說那個 女神 但是 你會發現他 身上 一點訓練痕跡都沒有 或是說他沒有 很扁 很扁 對 就是瘦而已的時候 就 完全不會覺得 就是沒有沒有興趣啦 對 完全對你一切 真的真的 真的 一模一樣 我也是 那個 年紀版的在我 那啊好那我知道 那你覺得 小H怎麼樣 小H就是完美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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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一定要可以體諒我非常喜歡保齡球的那種心 另外一半的話應該要尊重彼此的興趣 就是 我如果喜歡保齡球的話 我希望他可以支持我去喜歡我的運動 甚至我去比賽啊還是說去做其他的投入 他都可以支持我自己的興趣 我覺得是每一項興趣都是希望可以得到另外一半的自己 我覺得願意支持自己興趣的另外一半就是好的對象 請說出自己跟蓋伊的一個最大優點 我對於我想要做的事 不管是訓練 像我小時候就是會看到很多很厲害很會運動的人 我想要成為一個很厲害的人 大家人運動偶像 我現在長大了 基本上我都做到了 有些男生就會覺得說把我當作是一個目標 所以我的人對自己要更有自我要求跟自信力 那我覺得蓋伊最大的優點就是 像我目前拍的影片 我都是用自己的強項去拍 那蓋伊常常會為了做一個主題 努力的去訓練 例如說是跳繩 或是有一些是有實驗性質的 你真的是花很多時間去做那影片 所以這是我每次看到你影片 我最寫上你的地方 我也覺得斯文有一個最大的優點 就是他有一個自信 這個自信的感覺就很像是 他想要去做什麼 他都有辦法可以做得到的那種感覺 這樣去挑戰一件事情 我就覺得你就是已經做得到的那種 就是給了一種很強大的自信 我記得的優點 你的優點 胡子也是蠻多的 你這樣跟人家介紹你的時候 你覺得說 我最大的優點是我胡子很多這樣 其實我覺得你有一個很大的優點是 你很沉著 假設你定了一個目標 然後你會用你自己的一個步調 然後去把它完成 我覺得你的優點就是很 算是很親民吧 很帥肌肉又很大 你為什麼要笑 同意同意 我 我優點 好像我好像沒什麼 我不知道 自己有什麼優點啊 我覺得你最大的優點 因為你很親切 就是可能不認識你的人 或是網友他們第一次看到你 但是他們會有一種覺得 也是他們朋友的感覺 特別親近 沒有什麼距離感這樣 我覺得蠻想的吧 有點就是 因為都是運動員 所以我們有點都是 不服輸 然後勇於挑戰這種 堅忍不拔的這種感覺 看來一的話 在相處下來我覺得 多會一份就是 給我能量那種正能量的感覺 對啊 就是說不出來沒有特別做什麼 但是 譬如說相處的時候 就會覺得 做什麼事情都蠻可以蠻 那心情蠻雀躍的 那我大概不知道 可能是 因為兩個人都是很 很相像吧 兩個都喜歡 是蠻像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實 我有注意到樂狗王 他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他雖然 外表很粗廣 就是很大隻 很狂野 但是他其實內心是很溫柔 很溫暖的 因為我看他在跟 不管是跟人互動 或是跟 小孩 很小的那種小朋友互動 就是他都會展現出 就是很細膩 很溫暖的一面 我覺得這是一個 他很有魅力的人格特質 我覺得我們 最大優點就是 因為像其實我 我之前 我之前 我之前講過 就是我看完你拍那個 所以我真的是超級佩服的 你知道 就是你會特別去 為了一項東西 然後去努力 就是有目標去做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那種就是 這個 這個精神是我 這樣你也是 投入在你的那個 那個 你的健身的領域裡面 對對對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就是有一個 就會有一個目標 然後去去把 完成這樣 我覺得你真的是屬於那種 高聚帥 基本上我覺得你已經 就我覺得 我看你我已經覺得 你的身形 整個感覺已經是 接近完美的狀態 真的假的 真的 我覺得你真的是 很屌 不要跟熱狗王講 我先講我覺得你最大 我覺得你很幽默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很難學 因為這個是我覺得我沒有的東西 我在認識Candy的時候 我第一眼我只覺得你是一個 很有魅力 而且你的氣質很獨特 但我覺得你最大的優點 我覺得你有兩個很大的優點 第一個我在跟你聊天的過程中 我覺得你是一個很會傾聽的人 就是你很會去聽別人在說什麼 然後你才會好好的想過之後 然後才回答別人的問題 就是讓別人有一種 被尊重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你有 第二個很大的優點就是 我覺得你真的是很有勇氣 怎麼說 你的三頭雞都切掉了 然後你還可以在那邊 地噴那麼重 我覺得你很狂 而且 而且我看你在練 就是比如說 單手的那個槓鈴臥推 就一般人應該會想 一般人會很怕肌肉斷裂吧 其實我在做任何的訓練的時候 甚至是我會發影片在行動上面的時候 都是我覺得那個都 可能你們看起來很危險 但是其實都是我自己有去拿捏好的 我覺得我的優點應該就算是 我覺得我適應能力不錯 就是蠻隨和的 就是什麼都沒差 就是什麼都 這應該是優點吧 這算優點吧 那蓋怡我覺得你的優點 你的優點 其實我覺得就是我沒有的 就是 適應能力不強 不好相處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 看你過去 就是你整個拍片 就是你呈現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是很多 很多時候是我自己做不來的 你想做好一件事情 你就會很認真很努力的把它做好 而且是很有系統 很有系統的 像我的話我有時候就會很空洞 我知道我想做什麼 但是我會做不好 除非是很簡單的事情 像是如果今天叫我做一樣事情 就是訓練跟控制飲食就好 我就可以做好這件事情 但是我很難去 這麼有系統去安排 感謝大學 當然第一個想到大學就是 很謙虛 自己不會驕傲這樣子 雖然練得已經很強 但是也不會有什麼驕傲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大學還有一個地方 很屌 我覺得很棒 就是應該是保有一個赤子之心吧 就是我感覺你在看每一件事情的時候 的那個眼神是發亮的 你感覺就不會對其他領域有派斥 我覺得你都會想去了解其他各個領域在幹嘛 然後都是充滿著好奇的心 在看事情 我覺得這是一個學習事情最基本的 我覺得我們共同的優點就是 很認真很真誠 之前有跟蓋伊分享過 就是我們一見面 我就覺得好像是認識很久的朋友 而且我們相處起來的模式都還蠻接近的 也許是我自己一香奇看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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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ver 確實 你有這個感覺 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 kiss 昆仁助攻他們拍的影片 跟所有網紅合作 我覺得昆仁助攻他們是 拍攝真的是最認真的 陣仗最大的一個頻道 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看下他們是怎麼在拍片的 然後跟其他網紅 拍法有什麼不一樣 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最想跟蓋依拍什麼影片 我最近想到一個影片 建立的三大動作 深蹲、臥、硬舉 三個都做100公斤 看能不能做100下挑戰 疫情前原本那個 翔夫他們又要我們過去一次 因為他們有一個 翔夫的電影 然後我就在想說 要是我們可以一起 吃得比較像一個翔夫群眾 然後這真的比一場翔夫比賽 應該會蠻有趣的 如果要選的話 我想跟你一起拍吃東西的 挑戰那種爆卡的或什麼的 我覺得好像蠻好玩的 挑戰系列吧 但是不一樣的運動 或不怕他們這種 很酷炫的活動或遊戲之類的 因為像我自己就是 單純就是健美選手 每天就是不斷的健美健美健美 所以也很少接觸都其他項目的運動 你要比賽吧 你會想要比賽嗎 就像健體啊或健美啊這種 因為我之前跟四輪 他那時候就有問過 有啊我看你剛剛拍Posting影片 Posting好難 Posting也是超爛的 那個其實真的沒有你們想的那麼困難 然後上次他調完 你看他拍照片其實有很多啊 差很多 對不對 可以耶 所以你會想要試試看嗎 可以啊 我想跟你拍一下調教系列 調教系列 你幫我調教一下我的Posting 可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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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喔 如果一起拍片的話 不一定要拍一些那種 好像很嚴肅的訓練啊什麼的 我覺得就是拍一些白爛的 跟你才能拍這種東西啦 因為我自己本身 拍不了這種東西的人 沒問題 我 就是 你拍什麼東西 夠白爛的 我才會找你拍 我一定 我一定找你拍一個超白爛的 好不好 好好好沒問題 好好答應喔 好好答應答應 我之前其實很想找你拍一個影片 就是因為我有一部 那個時候三剪客板橋板橋電開的時候 我們不是有比那個單槓過力 其實我心底一直就是想要雪恥 喔 耿耿於懷 耿耿於懷 我想要就是超越你那個黃金右手 但是我要練 我還要花時間練 等到你練好了 隨時 我們來挑戰一下 其實我跟蓋依 我們都一直有在拍保齡球的影片嘛 因為蓋依之前有說 他喜歡 他就想要練 然後我們就有拍一些紀錄一些紀錄 那 也是在想說要在拍 蓋依趨舊的燕州的時候 剛好遇到疫情 所以就停擺 那我就在想 如果有一天 在拍蓋依的影片 看到蓋依一直進步 然後我甚至感覺到 蓋依比我強的時候 我覺得我眼淚會流出來 我會覺得 很感動 最後 請用一句話幫大家加油打氣 我們必須堅持做好防疫下去 因為生命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撐不過這個疫情 其實你根本就是一個沒有明天 誰想要在這個三級房裡一直下去 所以撐下去 就有未來 大家加油 稍微出現了 加油 希望疫情可以趕快接觸 然後我們趕快回歸到正常生活 大家可以出貨 可以上健身房 可以上餐廳吃飯這樣 加油 疫情的期間 我相信大家都是在家裡悶壞了 然後沒有辦法去健身房訓練 或者做任何戶外的運動 但是我覺得 我的生命比肌肉重要 比身體重要 對啊 所以要算我是相反 哈哈 大家聊 等一下 我現在才有肌肉 死掉就沒肌肉了 對啊 所以 大家一起挺過這個最艱難的時刻 然後之後大家再一起 報復新的去健訪訓練 就好了 就是這一次這個疫情 影響大家蠻嚴重的 我們還是要 就是努力的把自己做好 我當然覺得影響 但是與其去想很多的話 不如就是 專心點在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上面 那你不會去有太多 比較不會有不好的情緒 把生活過好 這是我覺得過渡期啦 但是我覺得 一切都是過程啦 始終還是會過去的 所以我覺得這段期間 雖然 很多可以發揮的事 我覺得還不如把自己 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 平常可能一清以外 沒辦法 沒辦法做的 多花一點心思 就是在自己身上 其實我覺得就這樣 我今天剛好有 拖一讀文 然後我覺得那個話 我就是我自己想講的 也是突然有一天想到 可以給所有健人 對 因為對我來說 健身它就是生活 所以我的生活怎麼樣改變 怎麼變我就會怎麼建 就是我就會用我的方式去配合 所以現在我們就可以用別的方式 讓自己去持續的一樣刺激肌肉 但疫情過後 我們再好好地去健身房 好好地蹦起來 疫情期間 其實大家都很辛苦 都很悶 不論是身體沒有出展開來 或者說心裡會有很多的壓力 但是這個苦是我們必須去一起撐過的 而且說實在這段期間 可以在家裡面看看片啊 打打電動 我真的覺得耍廢好舒服喔 這段期間耍廢就可以拯救世界 請大家一起來拯救世界吧 加油 那疫情期間呢 也許帶給你憂鬱 激進 焦慮 但是呢 同時也讓心靈有了時間沉澱 更加地認識自己 確認好往後的目標 等疫情結束 我們再來一一去達成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有人問你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Stan Gai 下次見 掰掰 再見 拜拜 感谢观看